大家好,我是劉奶爸 今天是個露營的好時機 因為天氣非常的好 有朋友到我家的時候 他們都會說,哇你的房間好棒 採光很好 那為什麼房間採光很好 因為我的書桌旁邊就是一個大窗戶 那其實今天太陽很大 大家,因為我現在用窗簾把它蓋起來 如果窗簾掀起來的話 其實是會這麼亮的齁 那我就跟我朋友講說 這個窗戶很大 然後光線很好 可是他還是有缺點 為什麼缺點呢? 你們看為什麼我穿著大外套 為什麼穿大外套?因為很冷啊 窗戶那麼大,今天寒流來啊 冬天會很冷 所以很多事情就好像窗戶一樣 光線很好,好像這個房間一樣 很多事情大家都只想到 這個事情的表面很好 看到的表面很好 可是呢,他背後還有另外一層缺點 這是大家沒有去注意到的 那任何事情都一樣齁 所以很多朋友他們會想說 這個行 一直抱怨自己的工作 自己的工作不好 然後就覺得 看到別人做那個好像不錯 我去做做看 然後第二個月 隔一陣子 就看到這個機會不錯 我去做做看 當你去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會發現 原來他沒有你表面上看到的這麼好 因為你事前沒有做足功課 所以你不曉得 其實人家背後 做得好的人背後有付出一定程度的努力 OK 所以光是這種小事情 我們就可以去體會到 其實每一種事情都有一提兩面 有好有壞 那如果你只看到表面好的部分 你就直接衝進去 放棄你原有的基礎 那就很可惜 你會浪費掉很多時間 那今天 這剛剛講的其實不是重點 今天我要講的其實是 在PL影音行銷平台 我們有一個自動回復信件系統 這個自動信件的跟進呢 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培養客戶跟你之間的信賴關係 這個信賴關係怎麼去培養呢 譬如說他今天看到我的網站 他發現他對我的主題有興趣 他想要訂閱 那我的系統就已經把我之前已經排好的每一封信件 我可能每隔兩天或每隔一個禮拜 甚至之後每隔一個月會自動發送這封跟進信件給對方 跟進信件內容非常重要 我要舉個例子 最近這一年來我收到一個朋友的信 那他每一次寄給我的信呢 裡面都是笑話 笑話喔 然後 我收了一年之後我發現 為什麼他每次寄來的都是笑話 好文分享 然後最底下呢 最大致命傷是什麼 他底下有他的簽名檔 沒錯他做得很好 但是呢 他的簽名檔 只有他的 姓名 然後E-mail 跟他的公司的網址 好 有網址你會覺得 欸不錯喔 對 然後還有一張很模糊的照片 我不曉得是他對自己沒自信還是怎樣 為什麼白個我根本看不到清楚的照片 那有白跟沒白一樣 那那個網址呢 他又沒有設定超連結 所以我沒有辦法點擊那個網址 就連到他的網站去 那這樣子的信我收了一年之後啊 我不曉得他到底在做什麼 因為我已經忘記了他的本業是什麼 那所以他這個是一個很大的致命傷 就是難得他那麼用心 雖然是系統發的啦 但是他很用心的去 譬如說他 我會收到他一年的信 至少他一個月有 至少一年他有12封以上的信件 在做排隊助列嘛 那每個一月他系統會自動發出一封信件嘛 那難得他用心的做了這些安排 結果我收了一年之後 我發現他寄給我的東西都是笑話 他有些還不是很好笑 那我也不曉得他到底在做什麼 所以這個是很大的致命傷啊 如果你的跟進信件沒有把你的專業呈現出來 把你的個人性格呈現出來 那人家對你的印象就不會深刻 而且人家不見得會喜歡你 因為那些笑話都是你去copy來的 不是你自己發想的 那所以他沒有你自己的東西 沒有你的靈魂 跟進信件很重要的就是要有你的靈魂 什麼叫你的靈魂咧 你自己的性格 你對生活的體驗 或是你看到的小故事 你得到的一些感想 這可以把它寫到你的跟進信件裡面去 還有呢 像我也很喜歡把錄的影片 放到這個跟進信件裡面去 那這個我們都會教 你有你有自己的東西寫進去 然後把你的專業分享寫進去 以後我如果遇到 比如說你是在賣相機的 你都做一些攝影的技巧分享 那我以後要買相機 我可能會找你 因為你常寄給我 我知道你的專業在這邊 那甚至以後我還有更多的需求啊 那我會想到你 甚至我要有朋友需求我會介紹給你 這個才是跟進信件最大的目的 我們在跟進信件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跟對方建立信任關係 培養信賴基礎 但是如果你的跟進信件裡面都沒有你的專業分享 那沒有你的性格特徵 一來我不曉得你會什麼 二來我不會喜歡你這個人 因為這很重要 如果你有你的性格特徵在這個信件裡面 我會慢慢去了解你這個人 那如果跟你臭味相投的話 我可能跟你是同一類型的話 我會喜歡你這個人 這樣子我才會想要把我的資源 我的人脈貢獻出來 把我的朋友介紹給你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重點 我們今天要寫跟進信件的話 這些都是你的重點 千萬不要把一些好文分享啊 寫上去啊 一些名言家具啊 寫進去啊 笑話分享啊 寫進去啊 這些偶爾就可以了 當作調劑 但是不要每一封都做這樣的事情 那少了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個人靈魂